香港再次翻起哆啦A梦日 四十几个不同造型的哆啦A梦 包括这个12米全球最高的 在维多利亚港海旁让公众拍照打卡 虽然13号才开放给公众进场 不少旅客远看都已经很兴奋 兴奋 激动 以前只要看到这种卡同时觉得太开心了 我从小也看这个哆啦A梦好开心 注意公众展区虽然免费 但要网上预约才能进场 而星光大道包括周杰伦 古天乐等 13位电影人的漫画人形立牌 则随时可以打卡 收费区更有近百个多拉一梦 电影世界中的不同造型 以及大雄等卡通人物 有多拉一梦当然要有铜锣烧 餐厅推出期间限定的主题美食 暑假期间 海洋公园 水上乐园及迪士尼等 都推出下水里清凉活动 以及灯光兽等特别节目 而香港还会送出50万份优惠 给防港过夜旅客 有自选80台币的电车全景油 天心小轮为港油 或公车全天票 机场快线或港铁全天票 买一送一 餐厅美食以及购物各400台币的优惠 总值约2000台币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景华的报导